宇宙永远都是最神秘的地方 在这里 你不知道会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离奇事件 此时那只地级丧尸 正在朝着蓝星赶路 哪怕在面对神秘的宇宙之时 他依旧尽显从容淡定 这就是地级真正的表现 好像不远了 同一时间的未来城里 乐团长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圣伞有多大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及时出来 那就是零 如果白哥出来了 我相信是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双方的实力差距的话 人类的胜算真的很低 绿星已经够强大了 可是他们也就输了 其实陆国宏想说的是 人类可以学绿星给人类留下一点火种 吴越是个聪明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意思 陆统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不认同 人类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一战要么胜 要么亡 我们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难道陆统领觉得 如果我们真的输了 留下点火种就有希望了吗 眼前的绿星就是结果 除了抱头鼠窜 等待着慢性死亡 还能做什么 既然如此 还不如干脆点 不成功就成人 陆国宏就这么看着五月 这一刻 他觉得五月并不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小女生了 他就是那个敲钟人 一下就把自己给敲醒了 同时也唤醒了他 作为军人体内的血性 这段时间 他身上肩负的担子 实在是太重了 让他畏首畏尾 已经有些失去了自己 但是现在他已经明白了 五月团长 我太惭愧了 谢谢你 我知道怎么做了 月月 将医生打电话说 田田出事了 什么 我们赶紧过去 田田是我之前 在攻打丧尸城所收留的 体内有一半丧尸血统 一半精灵血统的小女孩 当五月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乱成一团了 怎么回事 月姐 那个 是田田 田田 他怎么突然长这么大了 他九阶了 而且 好像出了点问题 说清楚点 今天田田找到了我 说他感觉自己也能生到九阶 本来生九阶的条件就苛刻 所以导致我们的变异精 到现在都还没有全部使用出去 而田田跟我们相处这么久了 大家都已经忘了 他其实还有一半的丧尸血脉 然后我就答应了 不过田田升级之前就说了 要我何故心仪以及王柯都过来 估计他自己感觉到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 主要还是大家已经都忘记了 他丧尸血脉的身份 一直到十分钟前 田田升级的速度有些过于夸张 不过半个小时 就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反应 而且 开始有尸毒四散 尸毒 后来呢 后来 就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闭关的小楼直接被破坏掉 大量的尸毒散发出来 而且这个尸毒等级还不低 幸好孤星一在 立刻救治 才没有人伤亡 立马封锁所有的消息 不能让这个事情外泄出去 那些中了尸毒的人 都是我们自己人吧 控制好了 不能让他们乱说话 这个时候 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幼蛾子 放心吧 都给处理好了 月姐 白虎王过来了 让他进来吧 什么情况 我之前感受到了一股 九阶丧尸的气息 但是 很快就消失了 那是一只小丧尸吗 这小姑娘 现在很危险啊 兽王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他体内两股力量 已经打起来了 不过现在 明显是精灵的力量 占据了上风 所以才把尸毒 给排挤了出来 太好了 事情可没有 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他现在只是 精灵血脉占据了上风 但还没有结束呢 丧尸血脉 虽然只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但是这个创造出来的人实力 实在是太强了 而他的血脉 自然也不简单 现在他体内的丧尸血脉 还有一战之力 鹿死谁手 还真不好说 更麻烦的一点是 他的身体 也已经快到敌线了 如果再这么打下去 他体内的能量 还没有分出胜负 他自己就死掉了 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助他的吗 有点难 这个事情 主要还是得看他自己啊 王科兴兴 你们靠近甜甜一点 看看你们的异能 能不能够帮助到他 当我看了 沐昕尼身上的异能的时候 直接盯住了 这说不定还真有戏 这个女娃的异能 有着强大的生命气息 说不定能跟 这精灵女娃体内的精灵血脉 产生共鸣 从而真正唤醒 她体内的精灵血脉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那她说不定 还真能成功剔除掉 自己体内的丧尸血脉 这种情况 又持续了半个小时 甜甜突然睁开了眼睛 杏仪姐姐 王科姐姐 还有各位谢谢你们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控制住了 并成功升级酒阶了 这次麻烦大家了 差不多了 她体内的精灵血脉 已经被完全唤醒 生命气息 如此浓郁的情况下 丧尸血脉 肯定会被净化掉的 第二天 下午四点 就在这一刻 未来城所有的酒阶 全都抬起了头 看向了天上 一股极其强悍的气息 仿佛从天外降临 可能是因为能量太过于强大 好像遭受到了 蓝星意志的排斥 在付出了一点点小的代价后 地级丧尸成功降临了蓝星 终究还是来了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吧 此时远在华夏之外的 丧尸巨城里 所有的丧尸 全都匍匐在地上 只因城外 那道身影的出现 地级丧尸 并没有在意 这些跪拜者的丧尸 甚至对于那些酒阶丧尸 都没有多看一眼 闲庭信不斑 走进城内 眼神中到处都充满了好奇 一直走到城市的最中间 明天出发 冰冷的声音 同时响彻整座巨城 当天夜里 整个蓝星都吓起了大雨 好像是知道了 即将要到来的大战 这一晚 无数人再次陷入了失眠中 但是这一晚 都是阻振的 一份词